好 再來看到這一位是我很喜歡的大陸藝人胡哥 他其實上一次來到台灣已經是六年前的事情 他今天早上抵達台灣 可以看得出來他其實氣色相當的好 而且有非常多的粉絲都到機場想要跟他近距離的來接觸 那他也非常親切跟大家紛紛的握手來和大家招呼 胡哥上次來台是2018年來參加金馬獎 會為六年他又再度低調的來台灣和青年交流 這次的行程是相當的低調 並沒有公開資訊 根據老姐這個場地可以容納200人 至於活動的具體內容目前還無法得知 但已經有不少人都期盼可以近距離的一睹男神的風采 而在行程規劃部分 胡哥在12號的中午飛往台北的松山機場 低調出席下午4點在松山文創園區 舉辦的對話青年活動 這次的對話主要對象是台灣的青年導演 影片的創作者 同時還包括了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的學生 本次的交流定調為私人的影視文化交流 不牽涉任何的政治意涵 而胡哥這一趟是相當的低調 不僅這一場對話青年活動不對外開放 活動結束之後他就會回到飯店休息 由於他是吃素的所以晚上就會在飯店簡單用餐 不會再有外出行程 他也將會在明天一大早便前往桃園機場搭機離台 香港歌手陳奕迅舉辦巡迴演唱會 5月的時候因為身帶出問題無法恢復而延期 沒想到如今卻又因為室外打球中暑 導致了鼓裂傷 而他的演唱會二度延期 陳奕迅經紀公司11號緊急宣布之後的6場演唱會延期 原因是他1號打網球時不幸中暑搜客暈倒 倒地時下巴撞地受傷意外發生後 立即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 經過醫生診斷後 他下巴皮膚破裂及骨頭裂傷 破裂傷口伸至肩骨 醫生立刻進行手術 一共縫了30多針 並表示需要休息最少3星期 好 轉換焦點來看到社會的消息 20多歲的越南籍女子想到台灣工作 沒想到卻被同鄉騙 而慘倫性奴隸 來台近一年的時間 都被關在養生館 而申立期也遭逼皆課 甚至還被毆打 而移民署高雄市專情對獲報之後 跟監多個月搜證調查 成功將人救出安置 並將涉案嫌犯移送地檢署來偵辦 有沒有身份證 越南的 有沒有拘留證 一名越南籍女子小翠 想來台打工賺錢 在臉書上認識同鄉的陳姓女子後 陳女申請小翠來台擔任看護後 卻逼小翠到養生館去賣淫 還幫小翠大打短群暴辱的廣告稀客 甚至逼小翠去接有特殊性癖好 或皮膚病的客人 讓小翠苦不堪言 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專情對獲報後 前往養生館稽查 順利救出小翠 也將陳女等四名犯嫌依違反人口 販運防治法 刑法妨害風化 妨害自由 偽造文書 及就業服務法等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接著呢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高雄知名連鎖超市尊親呢 他在南部是以平價的水果文明 沒有想到最近卻精傳惡意倒閉 有不少的加盟組是陸續宣布歇業 並且發聲明稿指控說 老闆是欠下巨額債務跑路 目前旗下的九間門市 全部都結束營業 高雄知名的團購連鎖超市尊親近日 精傳惡意倒閉 導致不少加盟組陸續宣布歇業 尊親團購連鎖超市在南部以平價水果文明 在高雄有7間店 屏東也有2間 最近傳出老闆李軍藝欠下巨額債務跑路 加盟組都氣炸了 紛紛發聲明表示 李軍藝惡意炸7倒閉 基線加盟店龐大款項及貨品 主動宣布雙方解除合作關係 並會追究其法律責任 而尊親六合店昨天宣布結束營業 全館商品統統打五折 中午還沒開店 就有民眾到現場準備撿便宜 那些之前那個什麼干貝 蝦子 那些都沒有 我總是在訂飲料那些而已 那些比較高的港幣 應該老闆早就 都弄走了就對了 對啊 我聽到拼了而已 現場人山人海 想撿便宜還不一定撿得到 更有寺廟人士來掃超過20箱的飲料 開著大貨車載走滿滿的戰利品 另外有民眾聽到倒閉的消息 就急急忙忙趕來 把雞放在門市的海鮮取走 我大姐 你是買什麼 這家去年買的這些魚的魚 據了解李俊一年紀輕輕 不到30歲前年舉辦回饋活動 店內的任何商品 只要能裝進一個三斤的蹄袋中 就彤彤499元 當時還掀起一波499之亂 如今卻傳出跑路 讓加盟主和民眾都感到相當錯愕 現在流傳一份疑似是老闆 李俊一的聲明稿 他反控加盟店來誹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聲明稿 當中寫了什麼呢 他寫說對於加盟店的聲明稿 他說需要特別澄清 他說並沒有積欠文山加盟店 東港加盟店龐大的款項以及貨品 雖然說公司的財務狀況有出現困難 但他們依舊是堅持服務加盟店 會出貨到最後一刻 那其實這邊他有說再次的聲明 我私並沒有欠員工薪水 可以感謝大家全體員工 一起服務到最後一刻 他也說會趕快 釐清他們的財務狀況 來跟廠商們做好協調 不過這一份的聲明稿 其實現在是流傳在團購群組當中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個真實性 還有待調查 而我們ET2A的記者也有試圖來聯絡 李俊毅 來求證這份聲明稿的真實性 不過截至截稿為止 都還沒有獲得這個回應 好 接著來帶大家關心到的是 民生的消息也就是 國內近期 雞蛋的消費市場低迷 而近兩個月以四度調降來救市 但是無法提升滿氣 臺北市彈商工會十一號做宣布了 彈價再降三元 批發價從這週四開始 美金四十元調降至三十七元 也跌破了四十元的大關 而這也是近期第五度調降 彈價創下了近三年來的新低 根據農業部本週最新雞蛋產銷資訊平台顯示 目前國內投入生產雞蛋約 三千五百六十九萬隻 投產的數量最創新高 雞蛋每日生產量十二萬一千七百箱 每箱約兩百顆 超過國人每日十二萬箱的需求 每天生產過剩三十四萬顆 臺北市彈商工會理事長林天來就表示了 端午連假買氣更低迷 從產地到彈行 雞蛋越積越多 只能降價刺激買氣 他也呼籲整個產業鏈都要降價 除了生產端降價外 飼料大廠也要降價 讓蛋農減輕成本負擔 也再度喊話同路端和餐飲業者同步降價 讓消費者真正感受到有感降價 好接下來看到台北市東山高中上週舉辦了畢業典禮 高中部的畢業生致詞代表林一提 他以幽默風趣的口吻發表了五分鐘的畢業感言 讓現場的掌聲和笑聲是不對 而有老師就在臉書粉專分享著致詞影片 吸引超過百萬人次的點閱 而網友直呼說 這是我聽過最棒的畢業生致詞 林一提鼓勵大家像他一樣勇敢逐夢 不要到人生最後跑馬的一幕幕閃過眼前才後悔 如果那時候有衝動過一次那有多好 就如同他勇敢站上舞台為自己留下一個難忘的壁點 也向高中生活道別 而林一提也接受了ET Today新聞雲采訪 她就表示當初暴民的動機是因為怕聽到無聊的致詞內容 想要發表一段願意讓人聽下去的演說 儘管成績不是最底肩 仍自告奮勇暴民決定用自己的方式發表演說 不想要文決字而引進句點談大道理 只是單純想告訴大家 不要害怕失敗勇敢逐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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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